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称,随着3月1日,被巴基斯坦击落的印度空军米格21BISON飞行员阿比南丹,被巴基斯坦释放送回印度。 阿比南丹已经乘坐专机,从印巴边境飞往德里进行进一步的工作。 阿比南丹在被巴基斯坦俘获后,曾多次在巴基斯坦拍摄的镜头中出现。 不但对巴基斯坦对其优待表示了感谢,同时还批评印度媒体捕风捉影的报道。 在阿比南丹返回印度前,巴基斯坦又拍摄了一段阿比南丹的字述。 阿比南丹称其的参战过程,并非和印度媒体描述的,在被击中瞬间发射导弹击中巴基斯坦的F-16战机后同归于尽。 而是其刚刚越境,还在进行搜寻的时候就被击中,随后立即跳伞。 这让印度政府和媒体,此前高调炒作的印度击落巴基斯坦F-16战机一事不攻自破,成为了世界级的大笑话。 而这也影响了阿比南丹在印度的地位。 在阿比南丹被俘获后,印度媒体大肆宣扬其驾机,进入巴基斯坦作战的勇猛。 并配合印度击落F-16战机的炒作,让阿比南丹成为了印度人心中的大英雄。 然而阿比南丹的字述,却展示了这位英雄,其实什么都没干。 这让印度空军非常尴尬。 印度空军司令,甚至非常尴尬。 离开了为阿比南丹接风的现场。 本被视为英雄的阿比南丹,也只能毒瘾。 实际上,在阿比南丹,最开始在视讯中称印度媒体是在捕风捉影的时候。 就有人担心阿比南丹回国后,很可能因为这些实话而遭大不测。 不过有巴基斯坦媒体分析称,印度目前已经一口咬定,击落F-16战机。 甚至政府官员也把被击落的印度战机的残骸,没有军灰的另一面,硬说成是F-16的残骸。 因此即使阿比南丹说出了真相,印度政府依然不会承认。 有专家分析,印度和巴基斯坦此次的空中交战,已经演化为了舆论战和媒体战。 印度在此次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,可谓是非常失败。 首先是先发制人对巴基斯坦的空袭,并未击中任何建筑物,反而是只炸了一棵松树,以及炸死一只乌鸦。 随后派机进入巴基斯坦,被巴基斯坦击落两架,自损一架直升机。 本来希望通过宣扬击落巴基斯坦F-16战机搬回伊城。 但阿比南丹的视讯内容,显然是让印度此前的所有宣传,可信度降到了零。 尽管印度极力否认,依然要把阿比南丹打造成英雄形象。 但实际上其可信度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。